先切出來 第三到第五個字 再來去查表 查完之後回來就對了 點兩下 做事情就做完了 OK 第一題 第二題的話是組別 那組別根據什麼 你可以切到組別 A到1 那編號裡面A到1有沒有看到 A 1 C 那它是第幾個字呢 第七個字 你要從第七個字去抓到什麼 抓到一個A 然後去查表 對不對 OK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其實跟前面一樣 如果你可以前面做得出來 這一題應該也可以做得出來 這第二題 第三題是升等 升等是第一個字 第一個字呢去查升等 如果是1的話那就助專 2的話就是領主 一時類推 那你可以用LAPS 前面好像有教過吧 L E F T有沒有 LAPS這個函數呢 它可以從左邊 先切幾個字 切一個字嘛 然後去查表 不過這個查表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出問題 你們等一下可以試試看 另外它的考評 假是幾分呢 假的話是85分 然後呢 兩個假85分 再加上A減 它另外有一個好像是一個什麼 A減 所以這個三個成績 它故意的嘛 就是說 前面兩個用假 第三個給你用什麼 用A A加B 可能又後來又改了 所以對照表不一樣 那你怎麼樣查出85分 85分 那A減是幾分呢 你又再過來查有沒有 這個是它的等級 85分 A減也是85分 所以它的成績是 85加85加85 加85 除以3嘛 對不對 這不就是它的什麼 它的分數了嘛 對不對 所以那問題來了 你總不可能 85加85加 這個應該90啊 啊 你總不可能說你自己用 用看的吧 對不對 鑰匙啊 還是一樣 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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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平均 有沒有 欸 或者除以3 也可以啦 然後比4成績 就是把應該是 這個這兩個成績 再把它做 做 做平均 或者什麼 然後合計跟名次 所以 這個應該可以理解這一題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好了 那等一下我再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怎麼解 那這個地方如果會做的話 你工作會流暢許多了 如果你不會做也是可以下班 只是說你下班時間會比別人晚很多就對了 應該晚非常多啦 所以為什麼有的每天都很忙碌啊 其實他也沒有在偷懶 他真的是很忙碌 但是就是因為他不懂的方法 OK 這裡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1234 那這個比4的成績的話 看一下比4成績 是比4共同成績乘以0.3 專業成績乘以0.7 這邊都有相關說明 OK 所以我剛剛講的部分 這邊都有 那你們可以稍微參考一下這邊題目 然後再來這邊作答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好 好